好,我们继续带来观众朋友关心这个黑心油的问题 那我们剩下来的这一幕的时间不太多 所以我们也请来宾 简单为大家来做一些最后的一个说明 所以营养师要请教 那现在反正事已至此嘛 那现在一般老百姓他回家煮饭怎么办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 如果坦白讲啦 因为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油都是调和的 那你调和如果是比如说橄榄油调和芥花油 那确实它就会让它的溶点变高 就是你油滴下去你就发现比较不容易冒烟 那可能就调和油 因为照道理说橄榄油纯的橄榄油 很快在短时间内它就会冒烟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判断方式 那另外你可以用简单的坚果油 比如说自己买坚果回来用果汁机打一打 早上你涂面包酱其实就很健康 就是像我们医院自己都是用这样子的油 所以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那现在也要是提供大家一个 在这种状态乱世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变通的方法 但是到底是不是要怎么样重罚 我们的厂商才会怕呢 是不是该不只罚钱 是不是要想尽办法让民生的求偿能够求偿成功 然后根本是破产或者根本是把它关起来 比较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人家对岸都是这样做 不知道橄榄能赞不赞成 因为这食品安全当中的漏洞太多 你不能够光要求官员或者法律 那个你修修不生修 因为现在就是说用化学的方式去制作产品 那个太容易了 所以你要期待就是说 我扩充扩充就是说再一千个人力 然后去做各种的食品机场 第一个缓缓不济及 第二个效果是有限 当然在这几个事件 不管是塑化剂 塑化剂三十几年 我们都没有发现 大家怪东怪西 你们这些大厂怎么都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都没有想到过会有人加那个东西 第二个 我们没有从一个源头上面 做一些原料上的管制 跟这次棉纸油是一样的 你塑化剂进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人确实去理解 那时候这个东西用哪里去了 所以如果你从源头管制 那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式 再来市场清理上面 刚刚提到就是说过去的米汤油事件 米汤油事件受害最深的都是一些弱势团体 包括一些育幼院 然后在这忙生忙包 为什么 因为他们采购很廉价的油 因此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应该很快的针对这些弱势团体 他们用油做一波的清查